给各位一分钟的时间把它写出来 还要55秒 出来 电子主派 距离越考越近了 所以请各位同学务必要努力 还有30秒 下了吗 很简单喔 好 开始 里是多少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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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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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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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要夾288 你做出來了嗎 這是最基本的東西 你要做出來 好 做出來之後呢 我們要來介紹第一組 第一組叫做李納賈如色法 上課給我投籃 第一組 第一組又叫做檢金組 他們的金屬性非常的強 檢金組包含了李納賈如色 法文不討論 因為法具有強烈的放射性 那檢金組他有這樣子的一個通識 檢金組通常喜歡跟氧氣結合之後 氧化產生M2O 為什麼 我們稍微把常見的氧化太寫出來好了 既然都已經寫那麼多了 我們就一次好人做到底 來 價電子數幾顆 氤是不是一顆 李是幾顆 一顆 納幾顆 一顆就是價電子數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皮呢 幾顆 皮有幾顆架電子 兩顆鎂 兩顆鋪 三顆鋁 三顆碳 四顆矽 再來 五顆 五顆 六顆 六顆 七顆 七顆 八顆 八顆 全世界的一例外叫做 嗨 還記得嗎 還記得喔 價電子數拿來做什麼 然後來做 電 客的討論 他們是不是喜歡變成正一 李那賈如瑟 法是不是喜歡變成正一 以美蓋斯貝雷 正 二 一子類推 正 三 正 四 正 五 正 六 正 七 零 那正七也可以用多少來寫 負一 因為他得一顆電子也會變成惰性氣體的電子組態 還記得嗎 這是負习喔 再來 這裡可以變成 負二 再來 負三 負四 負五 然後老師之前 有圈過 叫做常見的氧化鈦 常見氧化鈦在這個地方 還記得嗎 這叫做常見的氧化鈦 我框起來這個叫做常見氧化鈦 所以你注意看 減金組 我用m來表示里納甲如色 也就是到時候你可以把里納甲如色丟到這個m裡面都可以成立 也就是說 當這個地方m帶正一架的時候 氧會帶負二架 所以他們的個數是兩顆跟一顆 有沒有問題 應該沒有吧 好 沒有問題之後 這個eA組的氧化物如果丟水裡 酸性還是碱性 碱性 碱性 所以叫做m OH 輕氧化 鉀 輕氧化 鈉 輕氧化 鈴 可以嗎 這是搶碱喔 為什麼寫成mg OH OH是酸性還是碱性 碱性 而且OH是正一還是負一 負一 那正一負一電中性平衡 最後做一個簡單的化學反應式平衡 這是第一組 這是第一組 第一組反應 第二組我直接把碱金屬丟到水裡 我直接把碱金屬的金屬丟到水裡 請問你這個時候水溶液酸性碱性 碱性 碱性叫做m OH 還會放一種氣體叫做氢氣 很重要 很重要 然後平衡 二 二 二 好 這是第一個碱金屬 第二組 第二組叫做碱土族 皮美蓋絲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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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我就不講 因為一樣 它在自然界當中具有強烈的放射性 其實土族容易在地殼當中找著 然後大家都喜歡當正二 那一樣活性很大 但是碱金族跟碱土族來比的話 哪一組的活性會相對較大 碱金族 可以嗎 呃 十七組 十七組 第十七組叫做 魯素 魯素 魯素包含了 浮 綠 秀 點 二 那一樣 二是常見的 放射性元素 誰也不多說 他們的畫性也都相似喔 那這邊介紹完一組一組一組之後 主要是要告訴各位同學 同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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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電子如果相同的話 化性會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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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性質包含氧化力啊 還原力啊 然後燃燒後的情形啊 這些東西 這個全部都是 第二之三的 第一大點 沒有問題的話 進入第二大點 叫做 離子的 形成 我們要用一個人來舉例 那個人叫做 食言 誰是食言 NACL 學名叫做 綠化納 綠化納如何形成呢 注意看 首先我拿了納 我也拿了綠 那請注意看一下 納的部分 叫電子 電子組態281 綠的電子組態叫做287 好那你注意看一下 納身上這一顆 是不是多出來的 他習慣做什麼事 是不是不要了 就丟掉了 他丟完之後 變成什麼樣子 那 丟出了一個電子 讓他自己帶正1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啊 那這一顆丟給誰 丟給下面的綠 為什麼 因為綠叫做287的話 他習慣怎麼樣 得到一顆電子 如此一來 他的電子組態叫做287 8 8 那那的話叫做28 這個時候他們兩個都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28是誰 28是誰 趕快看啊 剛才你寫的啊 28是誰 34號 28是誰 奶 28就是奶 所以他會非常的穩定 墮性氣體 好 再來 40號 288是誰 亞 OK 這三個槓叫做等同雨 等同雨 所以這個時候 那如果帶正1 它會很穩定 綠如果帶負1架 它也會很穩定 因為他們都具有 酪性氣體的電子組態 接下來要告訴各位同學的是 你看到這顆電子 這顆電子 在做什麼事情 從那的身上掉到綠的身上 所以這顆電子在做一個轉移的動作 離子的形成 會有一個步驟叫做電子的轉移 所以我們之前有教過路易式電子臉式 路易式電子臉式 如果要畫出綠化納的路易式電子臉式的話 怎麼畫 路易式電子臉式 就這樣子畫 那 帶正電 綠帶負1架 那帶正1 綠帶負1 那綠的身上本來有 1234567顆電子 但是後來多了一顆 請問你這顆怎麼來的 這顆從誰而來 是不是從那的身上 轉移過來的 可以接受嗎 最好它的身上就有8個架電子 它就很穩定 這是離子的形成 那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 應該OK吧 沒什麼大不了 沒有問題的話看52頁的立體一 一秒鐘做出來 誰常常變負2架的因例子 ABC-1 選一個 ABC-2 快點 誰常常是負2架 答案叫做 答案叫做 C-1 A選項常常 美的話常常是什麼 正2寫下去 正2 美常常是正2 符常常是 負1 魯素 流是負2 那珠選項那呢 那是多少 正1 正1 然後沒有問題的話要看第三點 原子半徑大小的討論 首先老師先請教各位同學 原子的半徑是由誰來決定的 由誰來決定 是不是由核外的 核外的電子來決定的 電子的運動如果範圍越大的話 它的半徑就會越大 由電子的運動範圍來決定原子的大小 這概念你應該國中就有了 好接下來我們要討論一件事 我要拿一張周期表來跟你討論 第一個問題我們要討論的是 同周期的元素 越往右邊走 它的半徑是越大還是越小 同周期的元素 越往右邊走 它的半徑是越大還是越小 來老師先引導各位來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我告訴你原子的半徑是核外電子所決定的 這你一定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好那我們同周期往右邊走的時候請注意看 比如說裡 皮膚碳氾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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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決定的話 那所以你就可以 預期了 怎麼樣 電子的數量越來越增加的時候 它的半徑應該是越來越 大對不對 這是你本來可以預期的嘛 好 但是 半徑卻是越來越小 欸 電子增加喔 電子增加喔 半徑卻越來越小 為什麼 因為當你電子增加的時候 你原子核裡面 直子是不是跟著增加 對不對 直子會拿來吸什麼東西 直子是不是會去吸外 核外面的電子 把它往裡面吸 把它束縛住 所以當直子增加的時候 電子的束縛力也跟著增加 電子的束縛力也跟著增加 直子增加的時候 電子的束縛力也跟著增加 電子的束縛力如果增加的話 它的運動是不是就被局限住了 電子如果不能運動的話 運動範圍變小 所以半徑也會跟著變小 就是原因 同周期越往右邊走 半徑越來越小 好 所以老師來畫 示意圖給你看 如果本來是這麼大顆 如果本來第一個開始好了 如果本來第一個開始好了 從第一個人開始 是這麼大顆 那它越往右邊走 半徑會越來越小到超級小 很像那個毛毛蟲彩色筆一樣 好不好 越來越小 可以嗎 越來越小顆 這是同周期的討論 討論完之後 我們要來討論同族 同族越往下面走的時候 電子的數量急劇增加 電子的數量急劇增加 所以越往下走 半徑越大 什麼意思 我們來舉個例子來看 比如說第一個是氫 再來是零 再來是那 再來是甲 幫我看一下它們的電子數分別是幾顆 幾顆跟幾顆 電子數你不會看 電子數我們要怎麼看 電子數量會跟誰的數量一樣 直子 對不對 直子的數量就是所謂的原子序 氫的原子序是多少 1 里呢 3 納呢 10 甲呢 19 哇 你看這一次增加幾顆啊 是不是增加8顆以上呢 對不對 那是11 那是11 你看增加8顆增加8顆 遮蔽效應 遮蔽效應 電子如果增加太快 會產生一個遮蔽效應 什麼叫遮蔽效應呢 你注意看 假設這是原子核 這是它的核外電子 假設是納好了 281 12 3 4 5 6 7 8 281 最外面這一顆電子 它受原子核的吸引力就會非常的小 為什麼 因為電子是帶負電 所以他們彼此之間 負電跟負電荷會互相的怎麼樣 排斥 對不對 它就把它擠出去 再來 這些人 會去怎麼樣 會去遮蔽原子核的正電荷 聽懂我的意思嗎 他們會掩護最外面的那顆電子 可以接受我的講法嗎 裡面的電子會去掩護外面的電子 會去把原子核的眼睛遮起來 就像你媽媽在抓你有沒有偷看電視的時候 你會先派你弟去前線 對不對 慢慢換尿布換尿布 然後你在後面趕快收東西 對不對 有沒有 偷打電動的時候 有沒有 弟弟快點你去前線 偷住媽媽10秒鐘 讓哥哥在後面收東西 有沒有 這是遮蔽效應 然後所以 同族的人 他的半徑會 急劇的增加 同族的人 他的半徑會急劇的增加 這是原子半徑 DA 討論點 非常重要喔 好 所以 同族的話 是從小到大 同週期是從大到小 這個時候老師就要問你了 那請問你 同族 同族的趨勢是這樣子 越往上面越小 越往上面越小 同週期的趨勢是 越往右邊越小 那請問你 在哪個部位 你會找到最小的原子 那請問你 你往哪邊找 會找到最小顆的原子 蛤 再問一次喔 越上方越小 越右邊越小 所以你會在 右上方找到最小的 可以接受嗎 OK吧 這就是合力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講B小點 離子比大小 離子半徑的判斷方式有兩個 第一個 電子的數量如果越多 半徑越大 第二個 if 電子數相同的時候 然後 負電荷的半徑會大於 電中性的 會大於正電荷 第一句話不多說 你一定會 我們要講第二句話 第二句話 我們直接用一個例子來舉例 叫做 那 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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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來比較 好了 兩題 第一小題長這個樣子 比大小 第二小題 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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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乃 乃 各位聰明的同學 那如果帶正一的話是掉幾個墊子 帶正一掉幾個 一個 所以它叫做二八 掉了一個 奶的話不帶墊也是二八 福叫做二七 身上帶負一架什麼叫做負一架 得還是失墊子 得幾個 得一個 二七得一個變二八 那個都是二八 二八二八二八怎麼辦 當電子數相同的時候怎麼辦 負電的會大於電中性會大於帶正電 可以嗎 所以筆大小預備 氣誰最大 浮最大 浮帶負電 可以嗎 這個很容易理解吧 帶負電就是感覺怎麼樣 整顆身上都是電子 那帶正電的話 原子核都帶正電了 你的電子不會被束縛了更厲害嗎 OK嗎 可以接受我的解釋吧 可以接受我的解釋吧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請看五十三頁立體二 下禮拜 要排時間考試喔 考二十三喔 回家把二十三的席座講義寫一寫 下一次三課還是一樣喔 再考你一次電子主態喔 從原子序一號到原子序二十號電子主態 這次月考大家在電子主態的答題表現上面 不盡理想 所以各位要努力 這禮拜回家要開始念書了喔 有沒有聽到 這禮拜回家如果不開始念書 你月考來不及喔 快要月考囉 五十三頁立體二 有關原子大小的敘述何者正確 A選項 同族的原子半徑隨著原子序增加而 怎樣 增加才對不是減少 所以A撇掉 同一組的 越往下面 就是原子序越大 那它的半徑應該會增加 B選項 同週期的話 原子序增加 半徑減少 沒錯 越往右邊 半徑越小 C 我告訴你同週期最重要喔 因為同週期你會有一個盲點 同週期的盲點在於 原子序越大 電子數越多 同學會以為電子變多了 半徑就變大 但是有沒有 沒有 因為原子核裡面 那個什麼 原子核裡面的什麼 質子是不是跟著增加 它就會把電子往裡面吸 好 所以C看C 原子半徑跟電子還有中子有關 錯 只有跟電子有關 Only電子 最後一個 同一個元素 原子或離子 電子數越多的半徑越 大 好這立體二 好無聊 立體三 秒殺 快點 立體三 立體三秒殺 誰的半徑最小 誰的半徑最小 半徑最小 往哪找 往哪裡 右 右 上 方 所以以是最小的 就這樣好無聊 結束了 會不會太快 不會 然後 來類體 類體 五十三頁最下面的類體 你自己做三十秒 他在問的旅在哪邊阿 我問你喔 他在問的旅在哪邊阿 類比他說我有鋁 我有皮 我有鵬 數據的部分還有鈉 還有鎂 還有鋁 那數據分別叫做1.52i 1.12i 0.85i 那的部分叫做1.86i 每1.60i 不知道 首先我曉得的是什麼 這個趨勢是不是越來越小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沒有吧 這個趨勢如果要越來越小的話 哪一個選項就會被你槓掉 A是不是就馬上把它撇掉了 對不對 接下來 你的整個區間要選哪一個選項 你的區間要選哪一個選項 你的大小應該是到誰跟誰之間 A不能選 A不能選 那B可不可以選 B不能選 為什麼 B不能選嘛 因為B有可能會比1.6還大 你鋁的大小一定要小於1.6 所以B選項 所以B選項它的區間是包含大於1.6的數字 如果我選一個1.7填入的話 這一題就崩潰了 對不對 所以B也不能選 因為它包含了錯誤答案的區間 C可以選 C選項就OK了 C選項都可以選 C選項都可以選 為什麼 大小相差甚遠 C選項也不行 大小相差甚遠 好 沒有問題的話 翻過來 看第6題 基礎第6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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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跟Y 兩個元素的資料 如下表所示 請問你 X跟Y 所生成的化合物原子量應該寫成什麼樣子 基礎練習第6題 首先我知道X跟Y的原子序 各位這種題目 你只要看到原子序 你要有一個非常好的習慣 瞬間 請你把它的電子主態給寫出來 12 電子主態 寫 2 8 2 9 寫 2 7 2 282就是誰 2 8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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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如果停在第三个 就是告诉你在哪一个周期 第三周期 那第几个 第二个 第三周期背来听听 第三周期从谁开始 从那开始 第三周期全部的人背出来听听 那 梅 吕 系 林 刘 绿 雅 所以第二个你背出来的是谁 梅 所以X就是梅 那再来看一下 数字停在第二个数字 就是在二周期 二周期第七个人 二周期背来听听 从里开始 里皮 蓬 探 淡 雅 福 乃 所以第七个你念到的是谁 再念一次 里皮 蓬 探 淡 雅 福 好 所以它是福 那 符画鎂 写出来之后 先决定 架电荷 鎂是正几 鎂是正二 符叫做 负一 写出来之后再决定个数 正二负一的话 鎂就用一颗 符要用两颗 好了 那接下来算 化合物的分子量 鎂的话原子量是24 所以有一个鎂 24 加上两个符 一个符是19 所以38加24是多少 62 轻轻松松减肥成功 算出来了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右边五题 一题二十分 现在开始 下定层 真 搭壑